下患已的热搜疾病 好 第一個是什麼呢 沉默的器官胰臟癌 致死率有80% 那個其實胰臟癌 在全部的癌症裡面被稱為 真的假的 就是因為其實連那個賈伯斯 那個蘋果的精神症症 都是死於這個胰臟癌 那胰臟癌 它當年我在念書的時候 它就說什麼 連國外的文獻5年存活率10到15 可是那時候 我後來以為這個數字已經很低了 結果後來看我們衛福部2015年的資料 它這5年存活率 在台灣的得胰臟癌的人口統計 只剩7% 也就是說隨著醫療越來越進步 好像胰臟癌的治癒程度 都沒有變得高 好像很提升 然後而且它是 我們國人的死因二性腫瘤 是排名第一位 那胰臟癌雖然是排在第8位 就是容易致死的原因 可是實際上一旦得了 很不容易去把它處理好 因為胰臟癌它其實它會等於說 一旦有症狀的時候 它比較常見就是 可是它這個東西 其實在你還沒有症狀的時候 它就會已經在長了 等到你出現這些症狀之後 一般都是第二期以上 那我一個50歲的男性是第二期 有了黃膽 然後我們開刀了 把它開乾淨了 而且淋巴都沒轉移 開完了 我們就會好好的三個月三個月追蹤 第一次三個月追蹤 很好 都沒問題 再過三個月追蹤 直接就往那邊去擴散 它的下一步就是擴散 原本我們開刀 安全都已經開乾淨了 可是實際上來講 它下一次發作 它可能不在原位 它就在其他的地方 因為胰臟癌現在目前 國際上確認的病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抽菸 第二個是基因 就是你基因突然啟動的時候 它就是全面性啟動 即便我把原來的地方開乾淨了 它下一次可能從很遠的地方 就直接發作 那其他比較間接的原因 包括 間接有關 可是沒辦法像抽菸跟基因 這樣直接造成 另外一個就是說它長在的 因為胰臟有分胰頭 胰體跟胰尾 剛才說會晃膽的就是 它把它塞住胆管 所以整個人就晃起來了 那可是如果它長在 不會塞住的地方呢 你可能一點症狀都沒有 那一般胰臟癌容易發生的年齡 是65歲 我有一個20幾歲的 25歲的女孩子 她就是因為肚子痛 她就跑來看那個內科醫師 內科醫師超音波一勺就昏倒了 大概有一個6公分的腫瘤在那邊 20幾歲 25歲 對 那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嘛 大家都覺得說 應該只是胰臟發炎 結果一做斷層就確實一顆瘤 用腹槍鏡進去抓 就確定是胰臟癌 那確定是胰臟癌之後 我們就要趕快幫她做後續的治療 可是因為25歲 家人跟病人都沒辦法接受這個事 是 就要求轉到醫學中心 可是後來呢 隔不到兩個月一個多月 家屬就回到我這邊開診斷書 因為其實她在那邊已經過世了 兩個月而已 對 因為胰臟是長在後腹腔 它黏著我們很多大血管 再加上我剛才講它的一些特性 它很快就可以跑到很多地方 所以其實它非常非常難 用體檢去發現這件事情 哪體檢都發現不了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直接去診間說 我想檢查胰臟嗎 如果你真的願意的話 其實比較好的做法是 斷層跟核實控症 可是問題是 它又不能動不動一天到晚 去做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是有放射的問題 對 斷層是有放射 核實控症是還好 可是它又比較貴 可是我們有時候 一兩年去做一身體檢查 就會照那幾千張照片 那個也可以 那個就等於是一種篩檢 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就是說 因為對於癌症生物學的觀念 一個癌從零到有 一般是半癌的 所以你一年做一次 搞不好也篩檢不到 還是還蠻 跟妳聊天很難癌 我聊不下去了 我跟妳聊了就先 這是事實的狀況 像其實剛剛醫生講的 我爸爸基本上就是因為 一戰癌過世的 那其實像醫生說 有時候我們根本就是 不會有感受到 我爸爸真的一臉感覺都沒有 他只是漸漸的 從比較圓潤到比較瘦 可是我媽媽那時候 我爸那時候才五十九 我媽就會覺得 慢慢的越來越瘦 越來越帥很好啊 之前就覺得還不錯 那為什麼他會去檢查 因為他沒有感覺 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是因為 那出了一個小車禍 然後其實就覺得 好像哪裡不對 一直以為是車禍造成的 然後去做了檢查 去照了一些X光 然後就發現好像有東西 然後發現有東西之後 其實我爸爸在 他全部加速很快 這全部的事情都發生很快 如果他不發現 心情不會不好 我覺得這次也是會有影響 可能就是一發現了 然後就心情有影響到 然後他就中風了 然後中風了就不能講話 就直接進醫院 然後就躺在病床上 可是因為我們希望他還是有機會 所以就開始做化療 可是到六個月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 他發現的時候是第幾期 第四期 遺隱障癌通常發現的時候都是在最後 差不多是差不多三四期 因為他沒有感覺 你感受不到 我們常常這個討論的病例 常常也是因為意外的事情 某個東西 去檢查出 原來你身上有這麼多東西 不過遺障癌有發現第一期的嗎 你有沒有 有 運氣很好會發現到 就是他比如說他體檢 他超音波看到 然後看到那裡有陰影 可是因為 尤其是遺頭癌 遺頭 因為要切遺障 要嘛 如果你是遺體跟遺微的時候 有時候 病罩比較厲害的時候 你要切掉 你要連皮障一起切掉 然後但是如果小小的話 是可以直接就遺體遺微保留皮障 可是有時候呢 如果你長在頭這邊的時候呢 遺頭的癌的時候 你每次要手術你要同時切 有的會把胃的遠端也切掉 所以有的你聽 我長一公分的人 你要給我切這麼多 很多人就不願意 他就會再追蹤 他再追蹤症狀起來的時候 就變得更厲害 對 我的個案裡面 我是有碰過很早期的癌症 但他一開始是 可是水泡 這個一開始檢查 大家 這個腸胃科醫師也都會知道 就是說水泡可能會選擇追蹤 但是後來來到我們 來到我們醫院是因為越來越脹 越來越脹 後來水泡已經15公斤 要撥到位 15 可是有症狀的水泡 我們還是會拿掉 所以手術切除之後 後來告訴 病理告訴我們是一個 初期的癌症已經轉換成癌症 所以這個反而是最幸運的 長在體部跟尾部 那個尾巴這個是嘴 比較幸運 就是第一期 那大部分的情況其實都會 可能會第三期 第四期 請問一下這個癌中之王 它是不是第一期的治療效果 會有辦法痊癒嗎 會好 到第幾期就大概沒什麼 沒有 我真的覺得 這是Case by Case 因為它太難預測了 我也有第三期的病人 開完到現在已經活六年 恭喜恭喜 對 所以但是比例上很低 大部分都是突然間你追蹤半天 癌指數升高 然後就跳東跳西跳出來這樣子 可是我一直認為 因為我認識的幾個朋友 都是酒量很好 是喔 後來遺障癌 有一點關係 有一點點可是是間接 因為我在節目講的 一定都是科學證據很明確的 因為我就說科學證據很明確 抽菸跟基因有 但是喝酒的話它是間接的 它就是反覆造成一個發炎反應 很久很久 一個地方比如說一個皮膚 我一直戳一直戳給它戳 發炎戳好久 五年十年這邊會變皮膚癌 那你一直喝酒引起你的遺障炎 一直引起很久 那的確會有機會變這樣 對 所以這樣說起來 好像菸是所有毛病裡面都有 對 包含的對不對 目前比較不好 雖然剛才有提到 遺障癌是在癌症死因裡面 排名第八名 那其實每天都有 5.5個人 這麼多 但是大部分就像剛才醫師提到 都是65歲以上 但是診斷的時候 大部分都已經是比較晚期了 所以平均存活都不會到一年 那這是因為它遺障 位在我們腹腔比較深部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它遺障癌 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症狀就不是很明顯 那我們腸胃科最常用的是 超音波檢查 那我們超音波檢查 因為前面有很多腸氣的干擾 所以見診的時候 超音波 其實遺障尾巴的地方 就很不容易看清楚 等到出現剛才提到的 就是 還有就是 這些症狀的時候 通常都已經很晚期了 所以這些病人 在診斷的時候 大概只有20%的病人 可以去開刀 其他都已經沒辦法開刀了 那 那可以活過5年的 其實 對 所以其實這是 育後很差的癌症 那主要的一些危險因子 那這包含 剛才提到的主要是 還有另外一個沒提到的 就是 還有一些喝酒 如果造成慢性胰臟發炎 那本身也是一個危險因子 那另外比較 在內科的角度來講 比較 會提到的就是一個 50歲以上 新診斷的一個糖尿病 它本身也是 胰臟癌的一個高危險族群 像我之前有遇到一個患者 他是一個60多歲的一個老師 他因為新診斷的糖尿病 所以在新陳代謝科的門診追蹤 他跟新陳代謝科醫師提到說 我爸爸好像有胰臟癌 你幫我抽一下胰臟癌指數好不好 CA199 他抽 果然有高 就轉來我們腸胃科的門診 那一般在腸胃科門診 很多見診 見診報告來 因為CA199號稱胰臟 一個胰臟癌指數轉來的 通常都是一群家屬 把診間擠得滿滿的 還有一個病人就跟我講說 醫生我這樣到底是第幾期 我已經準備開始賣房子了 度過剩下的那一年 但實際上來講的話 CA199雖然號稱胰臟癌指數 但是他其實真正是胰臟癌的機會 不到0.9% 非常低 所以其他大部分是良性的原因 包含血糖高 糖尿病 他都有可能會高 不吃 不管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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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熟 正常是37 他高到1萬多 太高了吧 對 所以我們幫他排一個超音波檢查 在超音波報告回來說 都沒看到東西 但是因為指數實在太高了 所以我們再幫他排一個核磁共振 就在尾部發現一個1.2公分的腫瘤 那我們幫他去安排手術 切掉是第一期的胰臟癌 後來追蹤到現在三年 都沒有復發 算幸運 對 所以其實還是有機會 可以比較早期診斷 終於在第一題看到了 一點希望 我們覺得人生好絕望 對 大家不要絕望 至少你還有現在 那個 我現在只能說 我現在只能說是 我們還是如果是碰到 沒辦法手術的病人 我曾經有過這類的病人 在前年就是50歲左右的 大概中年人 那一開始診斷7公分 有症狀1年 其實他忽略他自己的症狀 有一年的症狀 那其實大概7公分 然後手術開進去 沒辦法手術 所以我們瘤也沒有動 我們就只有做改道 讓他可以吃得方便 防膽讓他下降 然後之後 一系列的電療化療 其實他會活超過兩年 那兩年有沒有意義 當然有意義 其實因為沒有治療 他可能是半年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在絕望中 還有一點點希望 所以利用這兩年可以幹嘛 買超跑 買幹嘛 對啊 所以這兩年還可以留下 這個有一點時間 可以交代你接下來的後事 所以也不能說 他會是完全沒有希望 因為說實在 有時候突然離開的 比較 家裡也搞不清楚 你到底外面是有欠人家錢 還是沒有收回來的錢 對啊 哪裡有智產 哪裡有買什麼東西 這個有多一點時間 可以交代他清楚 其實我有一個89歲的病人 也是診斷胰臟癌 所以為了讓他可以吃東西 就像剛剛講的繞道手術 結果繞完之後 他活到95歲 是死因心肌梗塞 中間他化療跟電療 其實沒有做 所以有時候 胰臟癌這種東西 他的行為學 有時候很難預測 雖然大部分都是比較 侵犯性的 可是偶爾會遇到一些 很奇怪的例子 第二個 癌症之手 肺癌連續十年的死亡率 是第一名 這個不用我講 跟周燕一定有關 一定有關 對 但現在很有 恐怖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說胰臟癌是 癌中之王 那肺癌大概就是 癌中之后 或是癌中的大魔王 你現在只講 對 就我們把它拿來 當那個武俠小說來講 如果胰臟癌是武當派的話 那這個肺癌的話 就是少林派 所以肺癌的死亡率是最高 那一年大概 在台灣這樣 這排名第一嗎 對 是9000多人 一年9000多人 但是死亡的人 不是代表診斷的人 所以他每天診斷的病人 絕對超過5.5個病 那為什麼肺癌會這麼難治呢 因為他既然是 武俠派裡面的大魔王 基本上他就一個絕門的武功 叫 為什麼傷人於無形之中 因為你根本就不會有感覺 這個是跟我們身體的構造有關係 當你的肺部有感覺會覺得胸痛的時候 基本上他都已經牽扯到你的熱膜的神經 那他在內臟裡面 他不會有痛覺的神經 所以你一點感覺都不會覺得痛 那為什麼傷人於無形 因為你24小時都在呼吸 少一口氣都不行 因為人活著就賴著一口氣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上面有叫大細胞肺癌 小細胞肺癌 臨狀細胞癌跟腺癌 通常在門診的時候跟大家講這個 大家一定都是覺得聽不懂 但是這其實是這些癌症的一個 群態的區分 我們聽比較多是肺腺癌 肺腺癌其實是這些肺癌裡面 占最多的 就是剛入門的弟子 武功還沒有學到底 最厲害的就是小細胞肺癌 為什麼小細胞肺癌 小細胞肺癌它的形狀 就像大家早上在吃的燕麥片一樣 我們在看這個病理切片的時候 就一小點一小點一小點 為什麼它厲害 因為它的位置很中間 而且它一開始就會 從淋巴結就散出去了 所以通常發現這種癌症的時候 它已經到最後一期了 那另外一個 相對於小細胞肺癌來講 它有小就會有大 有大這個二絲滴 大細胞肺癌 它其實是從神經細胞裡面 分化出來的 那它其實比較旁邊 但是它長得沒那麼快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存活率 比小細胞肺癌要來得好 就是癌症學癌 會把小細胞 跟其他通通都分開 因為小細胞實在太爛了 它真的是一個大魔王中的大魔王 大概是東方腐敗的地位 再來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叫磷狀細胞 大家有殺過魚嗎 魚或有魚鱗 那它其實就像我們上皮一樣 我們表皮會有一層一層一層 所以它叫磷狀細胞癌 這類的癌症 它其實也長得比較中間 但是它位置通常都不太好 不是要長到你的這個 靠近這個 避神經蟲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來就是 手沒力 或是說你講話 一向外面安裝 就是這種都影響到你的神經之後 它對化學跟放射線治療的效果 也都不好 那大家比較常知道的叫肺腺癌 肺腺癌為什麼大家比較常知道 因為名人很多都得到肺腺癌 對 這裡面最輕應該是肺腺癌 肺腺癌其實是比例最大 所以對藥商來講 它是最有市場的 最有研發的 最有研發的空間的一種癌症 所以就肺腺癌來講的話 它後面它就會有分 所以肺腺癌相對這些來講的話 雖然說它是佔的比例最大 但是它相對來講 沒有像小細胞肺癌 它的存活率那麼低 所以肺癌的藥其實因為現在 你知道 其實抽菸真的是很不好的東西 基本上只要一個人戒菸 20分鐘之後 其實你的心血管的心跳 心跳的速率就會開始慢慢減緩 有抽菸的時候會比較興奮 但是它要把這個癌症 譬如說抽菸相關的 像我們科的 就還會有食道癌 那像其他科還會有胰臟癌 它要到7到11年之後 才會慢慢跟一般人差不多 所以你看 所以這些治療都只是 都只是之為末節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抽菸 戒菸 對 不要抽菸 有抽的趕他戒菸 真的 有抽菸的病人的話 有抽菸的我們親愛的同胞的話 我們鼓勵他去做這個 我們叫高危險群的病人 我們鼓勵他去做 為什麼 因為這些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其實就是 輻射劑量沒那麼高 但是可以把我們肺裡面 看得很清楚 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是 我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46歲直接中泡塞 他就覺得說他感冒 沒怎樣 然後後來就越來越喘 越來越喘 越來越喘之後 就跑到一般的診所去 跑到一般的診所去 這個診所醫師就說 不行喔 你這喘得太厲害了 那叫端坐呼吸 所以端坐呼吸之後 他躺不下去 他只能坐著 然後一直喘 一直喘 所以他就把他 轉到醫學中心的急診來 那醫學中心的急診 照了X光 發現說 他心臟好大 比三個拳頭還大 為什麼 因為他感覺好像有積水的樣子 後來就照了超音波 超音波真的覺得他有積水 就叫我們幫心臟開 心臟的外面那層膜開個洞 我們叫心胞膜開窗手術 就是打開了這扇窗 他這個水就可以流出來 他就不會那麼喘 為什麼不會那麼喘 是因為心臟都在這個水裡面 一直做工 他根本做不出去 血打不出去 然後血也進不來 但是最可怕的是 我們在幫他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發現他的心胞膜上面 大家應該有去公園 走過那個踏腳石 有 健康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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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個樣子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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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通通都是腫瘤 都是腫瘤 都是腫瘤 所以我們把它切下一部分 拿去做外面 發現他是肺癌 專醫的 因為像我的爸爸 他也是肺癌過勢的 可是他不是一直喘 他就是一直咳嗽 那因為咳嗽 我們大部分就會覺得 可能是感冒 那因為爸爸老人家 他就覺得感冒了 他不到發燒 他不會去看醫生 所以那時候就每天在家裡咳 然後想說 好吧 他如果想要買紙藥 什麼紙殼 就讓他去買 結果後來有一天 我在他房間 才翻到說 他是吃那種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你怎麼會去吃這個東西呢 然後到有一天 他在家裡看電視 因為我那時候 跟媽媽出去拍戲 然後哥哥就說 爸爸突然間 從沙發上看電視就掉下來 就摔下來 然後一摔下來之後 也是中風 他就左半邊都不能動 然後內 因為中風了去醫院檢查 才知道就是 這樣子 所以他那些咳嗽的症狀 都是因為癌症 就是引起的 然後後來知道的時候 都已經是晚期了 然後他要治療 他要做化療 他就是屬於那種很不乖的病人 他就都不願意做 反正他覺得會痛 雖然他中風半邊 可是他可以用右半邊寫字 就是他這半邊不能表達 可是他都會 我就說 對 因為我跟我爸 我就會問他 我就說 可是你要又做化療 看可不可以就是醫治他 然後他就會用那個筆 就給我寫的補藥這樣 然後我就也覺得很為難 因為媽媽也是希望他開 做化療 開刀治療 然後爸爸本身又補藥 後來就沒有做這些 其他的治療 可是他其實到 我們把他轉到安寧病房之後 他大概有七八個月都是 就是中風的狀態 可是他還是可以跟我互動什麼的 就是他沒有再很快速的惡化 至少我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說 發現肺癌好像不是 像胰臟癌那種 這麼快速就會 結束一個人生的癌症 是吧 其實也是機率問題 對我們來講都是機率問題 心情很重要 你看到的 只是你看到了一部分 但是你旁邊還有很多很多 對因為我奶奶也是肺癌過世 但很奇怪是我奶奶 從不抽菸 但是我爺爺是老菸腔 從十幾歲就開始抽菸斗 抽雪茄 而且奶奶還要下廚房 對啊 奶奶還要下廚房 還有那個油菸 所以最後阿公反而跟肺癌的關係 一點都沒有 反而是奶奶是因為肺癌 聽說油菸是最致命的 所以是二手菸 二手菸 對 那其實這些胰臟癌肺癌 最討厭的都是他們症狀實在太不特異 就是說一般的你也不會說 我咳嗽拉肚子 我還懷疑胰臟癌肺癌 那像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有那種 我有四十歲的女孩子乳癌 乳癌已經開完 那一般我們追蹤所有的癌症 大部分都是五年滿就算畢業 就覺得後面就好了 結果它開了四年多之後 我們這樣追蹤追蹤 奇怪怎麼你肺部有一個怪怪的名字 那我們第一個就會想到說 是不是乳癌肺部轉移 那就做進一步檢查 就感覺那個樣子又不像 因為自己的老病人 也培養四年多的感情的 跟他說 你那顆一點多公分 你真的還是把它 現在時代很進步 你用胸腔鏡去把它拿掉 結果一拿下來 那個就發現是 一個第一期的肺癌 所以有時候有些癌症 它是跟你基因缺陷有關 尤其基因有特別缺陷的人 他可能同時 我也有遇過 那另外一個是六十幾歲的阿公 他是有肺結核 然後又有糖尿病 那因為一般有肺結核的病人 其實你每次照X光 以前得過 他就是這樣坑坑巴巴的 然後所以他每次 常常從年輕咳到現在 他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就是後來咳到 已經開始在咳學 然後開始又體重在減輕 就帶來我這邊看 然後後來幫他做一個 那個胸腔的電腦斷層 就發現說 他有一個三公分的一個瘤在那邊 所以他的症狀 因為實在太不特意性了 所以有時候會讓你很容易 就去忽略掉他 加上他很容易 跟其他的器官疊來疊去 或跟你以前的病 有時候你看到這邊花花的 搞不好只是感冒而已 所以你就不會動不動 就去做低劑量電腦斷層 所以像我一直講的 就是其實如果真的經濟上 或者是你也願意 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我今年去多倫多 開世界肺癌大會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荷蘭比利時 他們有做過一個全國性的研究 他發現說對於高危險群 所謂高危險群 譬如說有抽菸的病人 或者是說你家族史 家族史譬如說是一等親 二等親到三等親之間 有肺癌的病史 尤其是兄弟姐妹 譬如說你的兄弟姐妹 沒有肺癌病史的病人 這群病人拿去做篩選 其實可以降低把這個第四期 就是你一開始發現 第四期的記憶 降低百分之二十六 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針對那些高危險族群 你真的可以去做一下 是 像我阿嬤 就是那種農村婦女 就住在那種田 田中央那種很偏遠的地方 然後她以前就是生活都很簡單 然後不淹不久 就是那種你們可以想像 她五點多就起床 然後一整天就是坐田什麼的 唯一可以接觸到的致癌物 就只有 可是重點上她做菜 她也不是說整天在做菜 因為有其他的一些 我阿嬤媽什麼都會幫忙 那我阿公也沒有抽菸 什麼都沒有 因為鄉下地方 他們不會像我們的觀念 會覺得說要去做健檢 對 那以前的老人家 都覺得說她身體真的有狀況 他們才會想要去看醫生 然後知道有一次年紀很大 她有一天就 然後咳了咳了就想說 怎麼咳的時候拉肚子 所以她就去附近的 比較市區一點的那種小診所 去檢查 結果檢查之後發現 就小感冒 沒有什麼特別 她想說那就吃藥就好 吃吃吃 回家之後又一直咳 咳到都咳出 那就是說 媽媽想說不行 因為那個鄉下的醫療 可能沒有那麼 就是一直發達 就想不行趕快 待到市區做大醫院的那個檢查 然後就做了一個全身的健檢發現 她竟然是肺癌末期 可是她就在前面 她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的證照 都沒有 她年紀已經七十幾歲 那時候就在考慮說要做化療的問題 她也說年紀那麼大在做化療其實 她受不了的人 對 而且她其實也不想說 那真的太痛苦了 然後最後我們有問她 她前後就有稍微做了幾次 她真的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最後就是家人就買一些 比較高級的食材讓她補 可是那個拖 因為已經末期了 所以其實能拖的時間也沒有很久 然後後來就過世 聽這個故事比較像基因上的 對不對 不是環境造成的 比較少 對於癌症的這個方面 家裡如果全部的家族只有一個得 先不要太緊張 因為所有的癌症發作 目前統計最多的還是叫偶發性的 有時候也就是家族只有這一個 不是真的什麼家族有問題 一般家族真的有問題 需要做到基因篩檢 一般都是要散癌 如果你家人什麼表情 什麼加一加三個肺癌 那你就要去做基因篩檢 跟肺癌有關 可是她如果不是 有其他的親戚 但不是肺癌 就是可能是 每種癌症的誘發的基因 不一定一樣 對 醫師 可是我最近就是去做 那個健康檢查的了解 我還沒去做 他就跟我講說 一定要照剛剛那樣 什麼CT law 他說因為爸爸有這個疾病過失 他就說 我們家的小孩都應該要去照 這其實就像家族樹一樣 如果是你的兄弟姊妹 因為你的基因 都是從爸爸媽媽一起過來的 對 這個機率比較高 如果說是你的上一代 譬如說是爸爸有 但是你還有媽媽的基因 到你這邊 其實你的機率 所以兄弟姊妹比較重要 兄弟姊妹如果有 因為你的基因相似度 在兄弟姊妹之間是最高的 跟爸爸媽媽 因為你只有拿爸爸的一半 媽媽的一半 對 這個也有到 心上的一刻 像我們門診 我自己就有一個門診的護理師 他四十幾歲 那他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喝酒 但是他想說新聞一直在報 說肺癌是十大癌症 指引之手 他本身空污又那麼嚴重 他本身是家庭主婦 他每天都煮菜 他想說那我自費來做一下 那個低劑量肺部電腦 斷層的篩檢 然後員工有特價 他一做就發現 右上肺部有一個大概 一點多公分的節節 那時候去找胸腔外科 也沒辦法確定 他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的 後來胸腔鏡把它開下來 是第一期的肺癌 後來他的同事全部嚇到了 他二十幾個同事 全部都去做低劑量肺部電腦 結果找到另外 兩個都是第一期的肺癌 你是一樣開刀肺 這樣還算是 對 因為其實基本上 現在除了空污的議題之外 另外就是除了 這些其實都是高危險因子 像這些護士 他本身他們都沒抽菸 但他們的另外一半 很多他們自己另外一半 都有抽菸的習慣 所以他這些本身就是高危險群 對 所以就應該要去做這樣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的篩檢 現在空污那麼嚴重 跑馬拉松不會影響嗎 短時間如果你跑一次而已 其實一兩次不太會影響很大 第三個 比癌症還致命 心血管疾病連羅4.8萬條人命 這麼厲害 這也太多人命了吧 心血管疾病 剛剛聽大家討論這個癌症 談論得非常的激烈 因為癌症是我們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不過我們先來講一下第二名的 長期排聚第二名的是心血管疾病 這個大家也不陌生 雖然說心血管疾病是第二名 但是如果把它相關的 跟三高相關的 包括高血壓 包括腦中風 包括糖尿病 加起來的話 每一年我們台灣會死亡 4萬8千多人 還超過了癌症的這個大家族 所以心血管疾病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那麼心血管疾病 大家最惡名昭彰的 就是心肌梗塞 那我們這張 前面這張照片 大家都有看到 就是我們的心臟 它從這個主動脈的地方 會分出這幾個冠狀動脈 包圍在我們的心臟表面 有分為左冠狀動脈 跟右冠狀動脈 那這個冠狀動脈 就是負責供應我們心臟的養分 那這個動脈 一旦有一點狹窄 就是比如說血脂肪堵塞 斑塊的堵塞 有一點狹窄 我們就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稱之為 那麼萬一這個血管完全的堵塞 那這個心臟就會缺血 就會壞死 那就成為心肌梗塞 所以這是一個程度的差別 那麼大家常常聽到一些名人 可能因為心肌梗塞或過失 那就是血管的完全堵塞 那麼大家都想 這個疾病好可怕 那怎麼樣去預防呢 基本上心肌梗塞的患者 大家都知道 它最常見的症狀是三個 第一個就是胸悶 第二個就是胸痛 第三個就是 突然開始覺得很喘 就是你過去做這樣的動作 不會很喘 最近開始會喘 這三個是心肌梗塞 最常見的症狀 那麼通常是發生在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去運動或者是你工作 開始症狀明顯 一休息就比較好一點 這個要亮出一個紅燈 這要小心 第二個這個症狀是最近才來的 這要小心 那麼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還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比如說有點冒冷汗 有點倦怠 上腹疼痛 還是疲勞 更要小心 就要趕快來看醫生了 那麼根據統計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心肌梗塞的患者 都曾經有過一些先驅症狀提醒你 只有不到兩成的患者 是完全沒有症狀 直接就心肌梗塞 這樣子一個厲害的情形 那當然如果真的是不幸的發生 那麼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心導管的治療 藥物的治療 非常的進步 所以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說 放支架 做氣球擴張 可是一般這種病都來不及 對 太突然了 如果說是嚴重的心肌梗塞 那可能是很厲害的 因為嚴重的心肌梗塞 它如果突然發作的時候 它可能有兩大危險因子 第一個就是 它突然的造成一個心肌不整 惡性的心肌不整 那這個是非常危險 所以為什麼現在 在各大公共場所 都希望能夠增色AED 能夠直接把心肌不整給電回來 這樣就可以爭取到一個時間 那麼第二個就是 如果這個心肌梗塞造成 心肌大範圍的壞死 那會造成一個 那病人可能當場 血壓就太低了 那像這樣的話 當然在急救上 也會增加一些難度 不過這個時候 真的就是分秒必增了 所以在各大醫學中心 都在爭取一個時間 叫做Door to Balloon 就是說從進門到氣球張開的時間 各大醫院都希望拼在 90分鐘以內 就是要拼這個時間的話 能夠搶救一分的心肌都是好的 否則的話 縱然你把心臟救回來了 如果它心肌梗塞的時間過久 將來那個心臟不能整個都收縮 壞死的那邊 將來就跟木板一樣 是不會收縮的 整個心臟力就變差 這就變成一個心臟衰竭的患者 所以這個是目前心臟病 大家都很了解的 所以我們看任何病 只要人家一看到心臟科都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這個血管堵塞了 那所以這個堵塞 是我們講的冠狀動脈的堵塞 它是我們這個主要的一個疾病 說實話我爸媽都有這方面 因為我媽是前一陣子 才心肌梗塞 但是她剛剛講說分秒必勝 還好她是倒在這個大馬路上 然後大馬路上就是在那個 旁邊就是一個醫學中心 所以那時候人家直接急救過去 非常的幸運 但我爸就沒那麼幸運了 因為我爸那時候就是有三高 然後那時候他們自己 開公司的時候 唯一忙到每天晚上 就是吃東西來發洩一下而已 沒有任何的做任何的運動 或任何的發洩 就是喜歡吃好一點 就是造成三高 他每天想說三高反正也沒有 什麼一些重要的一些狀況的話 他就不以為意 結果這樣沒想到 有一陣子他就常常說什麼 但那個時候 他想說因為我們家是運輸公司 他有時候在自己搬貨 他想說那可能是搬貨的時候 拉到或是筋肉拉傷 他說很痛很痛 他有時候就常去喬 他喬了也沒有用 那我們大家就覺得說 那可能真的就跟那個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辦法聯想到這個 所謂跟主動外國裡 有任何的關係 結果就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他就想說 身體有點不舒服 然後可能又拉到或什麼 他想說 他就先回家 從公司先回家 那時候他先回家的時候 大概是兩三點 他就說他要去洗澡 結果我們後面的人 大概他就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結果我們回家的時候 按電鈴沒有人答應 我們就拿鑰匙打開進去的時候 發現那個水已經都滑出來了 他是 我們後來就跑到那個浴室裡面 他是在 然後後來就緊急送 叫救護車送過去以後 發現是主動辦的玻璃 但是問題是 醫生有判斷說 他離這個倒下去的時間 休課的時間 跟我們送醫的時間 大概基本上已經過了 所以後來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要靠這個 呼吸器維持 然後三天以後 就真的宣布沒有辦法以後 我們就把那個呼吸器拔掉 就走了 所以真的最後是因為主動辦 但是說實話 我爸那時候是 每年就像各位講 各式各樣貴的檢查座 但是不管做的什麼 基本上那個報告來講 都是除了三高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一些 那你現在會不會針對這個問題 特別注意 對 因為像我媽媽有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心肌梗塞倒在路上 然後我爸又有這個的話 其實說我們現在就每年 你是高危險局 對 就是高危險 所以就要做一些心電圖 像那個我們之前 講的一些心電圖斷層 我們都每年都盡量能做做 但是也有一些醫生講說 這個做的話 只是能夠那個預防 但不一定能夠百分之百看得到 對 所以自己這個還是要小心一點 對 但是有能力 還是要多關心一下 對 當然還是要多做一點 是啊 是啊 基本上三高是三個危險性 再加上家族遺傳史 又是一個危險性 如果不幸還有負胖 比較肥胖 那這些危險性加起來的話 基本上就應該接受 預防性的 抗血栓藥物的一個預防 那可以降低這個風險 那另外就是血壓 雖然他剛剛虎虎哥說 就只有三高 三高是可以控制的 那應該要試一下把它 他可能還要送風了 對 他可能要送風一下 還有結實 你美食家嘛 你喜歡吃嘛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講的是 這個主動脈的這個疾病了 好 主動脈剛好連接在這個心臟 它是一個像大水管一樣 負責把這個血液呢 送到我們身體的其他地方 那這個疾病 那這個疾病最近因為 這個江炳坤先生 主動脈玻璃的一個關係 潘安芳 潘安芳也是 蔣偉國將軍也是 那也不少的名人 是主動脈玻璃的一個患者 那主動脈它就是連接在 我們的這個心臟 它是一個大水管 把血液送到我們全身 那大家知道說這個 目前心臟疾病 目前心臟內科跟心臟外科都在治療 不過心臟內科 現在因為可以做導管 做支架 所以治療心臟疾病的機會越來越高 不過這個主動脈玻璃的話 目前大概還是要靠心臟外科 才能來做這個搶救生命的工作 那什麼叫做主動脈玻璃呢 它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主動脈 好像是一根水管一樣 那這個水管的內壁破了一個洞 所以血液破到我們的血管壁裡面去了 造成了這個好像老鼠跑到牆壁中間一樣 這個血管壁中間造成了這個破裂的血管流 所以我們可以分到它有三種型 第一個是從頭破到尾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型 這痛死了吧 對 痛死了 這個的症狀是痛如刀割 痛如刀割 所以他們典型的症狀就是痛如刀割 不管是從前胸痛到後背 或是從後背痛到前胸 那或者是休克 這個都是主動脈玻璃的症狀 那這個症狀是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一個症狀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它只破到這個上面 只破生主動脈也是一種型 那只破降主動脈也是一種型 那比較跟我們生命比較相關的 是有連接到心臟的這個部分 靠近心臟的這個部分 我們稱之為 那如果靠近生主動脈這邊是破裂的話 我們稱之為第一型 不管是這種或者是這種 只要破到這個生主動脈的話 就是要緊急手術 所以在我們現在看的 右手邊這邊是最緊急的 對 這個全部都是的 以及這個只有上面 生主動脈這一段 比較輕微是 這兩種都是要 如果它算是幸運 是所謂的這個降主動脈 就是在背後的這一段裂開的 因為這個東西它沒有連接到心臟 沒有立即的一個生命危險 那這種痛的症狀是怎麼樣 也是痛 但是這種痛 可能比較是被在痛 比較是被在痛 那這種痛也是痛如刀割 那個病患的描述都非常典型 真的是痛得要死這樣子的痛 不是說隱隱的痛 第二個這時候病人的血壓 通常是非常高 那所以這個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血壓高造成它的痛 第二個痛造成血壓高 所以這種病人來急診室 血壓可能都是190 200 就是超過200的這樣一個血壓 那麼S光片一照 很可能這個 因為它裂開了嘛 所以整個縱隔槍就是比較寬的 然後再做個電腦斷層 就診斷就出來了 那如果它是降主動脈的這個玻璃的話 那麼因為它沒有連接到心臟 沒有生命危險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呢 還暫時不要手術 可是如果它是連接到心臟 這個所謂生主動脈這邊的一個玻璃的話呢 每一個小時增加1%的一個死亡力 非常的高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靠近心臟 它有可能直接裂到心臟 造成心臟的一個破裂 它有可能造成冠狀動脈的一個破裂 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 它也有可能造成這個主動脈的填塞等等 所以這個是分秒必真的 那大家想說這個疾病這麼的可怕 那要怎麼預防呢 基本上主動脈玻璃大概兩種人 最容易是高危險區的 第一種就是高血壓 那高血壓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量血壓 或是不要生氣 很多時候呢 可能大家都是有一點忽視了它的重要性 沒有定期的量血壓 所以量血壓是一個可以防治 而真的是很常被忽略 那忽略的原因 每次我問病人 你為什麼不願意吃藥呢 他都說 沒有不舒服啊 我也沒有頭暈啊 所以再次的強調 高血壓高不一定會頭暈 我在醫院遇過很多的 這個中風的患者 每一個人都跟我講同一句話 每一個人都說昨天很好 都沒有辦法相信怎麼這種疾病 就降臨在他身上 所以血壓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那第二個是一個遺傳性疾病 叫馬凡氏症 馬凡氏症這個患者 也是主動脈玻璃的高危險群 那馬凡氏症呢 是一個自體險性的一個疾病 它是我們人體的結地組織造成了異常 所以呢 它就容易產生一些異常的生長 所以這些人的體質長得特別的高 只要你看過一次 你就會有些很深刻的印象 長得特別的高 而且呢 可能有點扣揉 然後呢 胸腔可能有點漏斗胸 手指頭非常的長 有點像蜘蛛指一樣 非常的長 然後異常的長 那有兩個症狀 瓜哥都知道 那有兩個常見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把手指頭握起來呢 好 手指頭這樣握起來呢 大拇指會超過小指 好 它超出去一距 沒有沒有沒有 超出去一距 超出去一距 好 像我們這個照片 這是我這禮拜才一個患者來到我們診間 因為他就是最近的新聞的關係 所以他一看 有這樣子把它給嚇壞了 第一個就是大手指超過這個小指 第二個呢就是 如果我們拿這個左手來握住右手的話呢 我們的拇指跟小指呢 可以對抗 甚至還會超過 好 還會超過 超過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 會不會 表示這個你的手指 我常常這樣聊 表示是瘦的 瓜哥的大拇指可以碰到小指嗎 沒有 碰不到 大拇指要碰到小指 那開玩笑都不瘦都不成人形 超過 對 所以這個是兩個症狀 是一個提醒 當然啦 對於某些BMI特別輕的 特別消瘦的 特別骨感的人來講的話 當然有可能會碰到 不過呢 做一些基本的篩檢就可以分別出來了 包括我們看他的體型沒有問題 手指的長度沒有問題 包括我們幫他做個心臟的超音波 他沒有半膜必鎖不全 沒有主動脈擴大的現象 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不過這是一個自體險性的疾病 所以父母當中 只要有一個人有馬凡時症的話 他的子女不管男女 都有一半的機會 會得到馬凡時症 像觀眾看完自我檢視一下 那這樣的人哪裡特別容易發現呢 就是因為這種人長得特別高 所以很容易在校隊 我還好 我還好 很容易在校隊 被受到校隊裡面 所以各校的籃球隊 排球隊 很多有可能就會受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以前劉備算是很高 有人說他手長過席 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能是馬凡時症候群 因為馬凡時症候群有一個特徵就是 他的兩手臂展的臂長 超過他的身高 這個是跟一般人不一樣的 我這邊分享的就是說 我的有一個我們大概 也是外科的同好 大概去年也是因為 主動脈玻璃走掉 他本身就高級 也一二十年 他沒在 有在吃藥 但是並沒有很規則 你也知道就是大部分 醫生都是最患的病人 他都是最沒有聽話的病人 然後他大概在被發現 就是因為要手術的時候 但是他怎麼摳摳摳不到 已經病人都準備好 怎麼摳摳不到 原來是昏倒在這個 更衣室 在換衣服的時候 然後後來趕快這個緊急發現之後 這個趕快送急診檢查 然後發現左動脈玻璃 手術 所以這個還是要告訴我們 這個三高還是要控制 那尤其外科醫師 你會說突然會生氣 突然那個壓力一上來 血壓都高高低低的